清洗之餘可以幫我們美白肌膚 也可以在裡面選擇 這系列還有一個男士的兩種味道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我們洗澡會有無浴露 刷牙有牙膏 香港我看到有品牌會做專門給我們洗私人部位的地方 L 和E 和萬寧 很多地方我都看過有 它主打是一些PH值 令我們酸鹼度平衡的清潔液 虎科專家說我們不用特別洗得很深日 但外圍地方都需要洗乾淨 但如果有很多無浴露真的不太好 所以要用的就一定要用專門一點 其實香港沒什麼選擇 現在有一個台灣品牌relove 如果我來到香港 我覺得這個我買的整個很完整的 整個理念很完整 除了洗專用的無浴露 還有很多產品 但現在說一說洗私血的地方 都有幾種類型的 我先說女士先用 男士也有 你看多有趣 我還沒見過香港有男士用的 男士用我們待會再說 女士用這些 其實都不外乎 我們的PH值要保持到 它的成分都很誇張 裡面有很多很有效成分 這次真的要貓子 因為太多了 有一個就是日本紅匙的攫取精華 這個是用來幫忙去除異味 解除異味 亦有一個萬月梅攫取 萬月梅是什麼呢 萬月梅其實我們有時尿道炎 有些聽說我們吃多些類別的東西 是會好 預防尿道感染 還有一個天然乳酸 是抑制念珠菌 這幾樣東西是我們的殺星 例如鏈球菌這些增生 都是保持酸鹼值 這個天然乳酸 還有一個就是酵母菌 不知道什麼比菲特的酵母菌 它是保持我們部位的PH環境值 還有最後就會有個安基酸 可以讓我們洗得潔淨一點 清淨一點 其實這些成分 其實是一樣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有時候 我們的困擾是沒有人知道 例如痕、有異味等 如果我們那陣子有些事發生得很麻煩 這個就是一隻貓 它有幾條線 有一個是 sensitive skin 有一個可以美白的 清洗之餘可以幫我們美白的肌膚 也可以在裡面選擇 這個系列還有一個男士 兩隻味道 我也都給我老公試了 他說用了很多泡 然後就會覺得很滑 洗完之後滑滑滑滑滑的 這個是兩隻味道 下一隻是泡泡味 有一個full energy 這個其實男士、女士 都是每不同部位的保養 不同部位洗 都不可以用同樣的東西去洗 因為裡面也起碼多細菌 或者是PH值很不同 除了每天洗澡的時候要留意之外 如果日間有些東西可以幫我們 退除尷尬的異味 就是這三隻味 這個就是用來噴香水 但這個香水不是噴在身上 也不是噴在那裏 是噴在底褲 或者噴在M斤 首先會有香味 第二就是用來殺菌 因為我們每天一整天 都不會沖幾次涼 底底如果有細菌滋生 很容易產生異味 令我們很容易有感染機會 我又是要貓子 因為它有很多成分 所以浸香水一支都有很多成分 它有刺綠酸 刺綠酸是殺菌的 它有刺綠酸成分可以去除 殺菌便去除燃味 接著會有螺旋精胺酸 亦有曼月梅的撤取 曼月梅再提多一次 就是用來預防尿道感染 這個成分 還有玫瑰精華是用來保濕和彈性 有玻尿酸亦是補水 還有這個薯尾草 薯尾草也是用來抑菌 即是用來消除細菌 其實這三種味道 有一種是玫瑰味 比較濃 女人的味道比較濃 還有白茶味 抹茶味我最喜歡 我覺得清淡很多 那種味道很像香水 淡一點 如果不是很想有很大的味道 這個白茶味適合 還有這個叫Queenberry Queenberry 其實有點怪怪的 但它又不是berry味道 但它有點像 我覺得像綠酸味 可能它自己的香味比較少 但留意這些味道 其實也不用怕刺激到我們皮膚 因為它都是偏然植物撤取出來的味道 用法剛才我提到的 就是噴在底底 日間 即是你什麼時候想噴都可以 或者噴在紙巾 然後抹 然後抹我們的私人部位 亦都可以噴在紙巾 為什麼噴在紙巾 因為有時候我們 如果是紙巾來的時候 紙巾都會逼著我們 紙巾裡面也會有異味 如果很介意的朋友 就可以嘗試用這支香水去噴一下它